我介绍的就是我最主要的就跟昨天说的一样 还是演员最重要 就是你看第一眼看对了 那后面可能说我想继续追下去 追求下去试一试 但是如果真的看不对眼对不对 那么可能也没有我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话 我刚才说了 追求女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缘分了你们 这个当妈妈的 现在我问一下直播间的一些哥哥姐姐们 是不是咱孩子的事当大人的只能提个建议 人家听不听咱的那都是另一回事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对阿姨 就问一下就是您喜欢 就是说您应该是推第二线很难吧 对吧 就是说你平时 对我就说一下就是平时你喜欢出去旅游吗 还可以啊 对前一段时间还出去呢 那可以 我说你要有时间的话 就是说你哪天你跟唐糖都有时间了 就是说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我带着你们 他们出去转一转 走一走 这有点唐突了 我也说是这样 我们要 我喜欢旅游 但是哈 有时候我跟唐糖也不经常一块出去 因为什么每个这个年龄摔过锅女儿哈也有时也像朋友一样 包括你可能是给自己父母有这样感觉 是 我们之间还是有在跟我们玩不到一块 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和我们玩的东西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说你也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尽量呢 就是说我们自己去 有时语有时唐糖我可能都不带 真的前一段时间我就是跟我们那姐妹们一块出去 那多开心快乐了是不是 咱们的年龄段一块出去也可疯是不是 对 阿姨就平时你有什么爱好啊 就除了旅游啊其他的 平常呢就是 那有时候我们 就是其他时间我喜欢种花 哦真的啊 嗯原来就是因为是也喜欢 就是画一些 学了学了一段时间国画 反正到我们的年龄嘛就是想修生养性 修生养性对对对对 其实我跟阿姨你说啊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学种花 但是呢你知道我老跑 然后有时候助理就说我 哎你买了我 王总你买了几盘花在公司里 你再放进你办公室里 哎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花都酷呀真的 是养花对 就是如养人一样你必须给它投入 哎你要是一点放松了这个花 可能它都会给你点颜色看看 是其实跟做人也是一样的 嗯就是说咱做一件事要从始至终 中间不能放弃是不是阿姨 对真的要做呵护了 浇水了是水了你少一样都不行 这个花你看它给你出的结果就不一样 对反正我感觉跟阿姨您聊天就是我感觉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真的也丰富了我的见识 哎你说像我们的年龄的可能是比你们稍微看见的东西多一点 对阿姨你说你这边也是种花 你看有没有机会我去您家拜访拜访你 然后你教教我呗 你们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事业上吧 养花种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就像我那年龄差不多 这不见那个我们的兄弟兄弟妹妹你说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你们就是往前跑往前冲 给事业做大点 做好一点 你看我原来也是这样的 我们唐当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的顾顾上我也是忙忙生意上事 现在我慢慢慢慢都可以就是往后退了 因为啥 我们到这个年龄了我们开始慢慢享受收入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年龄是不是还需要是一个打听阶段 虽然是你我知道你您家实力很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以事业为重点好一点 是不是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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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说呢 一确是在一块吃的 姐姐也经常说我 姐姐也经常说我 就是说有但是姐姐有时候也吹我 嗯你这么大了 你自己找一个女朋友特别难吗 姐姐也经常有时候吹我 但是咋说呢就老跑啊 老跑来跑去的 有时候也跑习惯了 但是外面看的见的也多 见的女孩也多 但是啊 都是感觉就没感觉 真的就那种没感觉 哎呀 你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那姐姐抄你的心 这也真是正常的 就像我有时也会担心唐唐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象 结婚对象真的是靠缘分的 有时候我也会催他 但是最多的还是哎得靠缘分 这个东西不能不能提 人家说呢我现在哈虽然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呃直播间那个哥哥姐姐们哈包括兄弟姊妹们 我我也很相信这网上有句年轻人可能说的话 就是如果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宁肯单身 一个一个对的婚姻会让你幸福一辈子找错一个人 你所有的事情都不对了所以说 为什么我也很担心我姑娘的婚事但是我不催他呢我不想因为结婚让他而结婚我希望他一生幸福能找到他喜欢的人这是我最想要的 你说的太棒了我感觉我也是我也受教了真的阿姨我也受教了我感觉您就您这个年龄说出来的话真的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真的学习了太多太多东西了 没有我觉得你未来应该是会碰到你所真正心仪的人喜欢的人和合适的人阿姨不是在阿姨不是在拒绝我就不是说拒绝吧 不是在感觉你说的我就是感觉我看不到希望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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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是你们的相处未来有些时候人家说日久见人心嘛有时候一天两天你哎我我知道可能是世界上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情但是我更相信就是日久生情包括日久见人心这个啊没有什么拒绝啊你人很好的人和你很吵啊那阿姨应该也认可我吧 我说的不是感情上的啊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的人你看你这个男孩子这个年龄段你的事业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是不是再说相比来一般的年轻人应该是做的都很好的是吧是嗯真的我觉得就是阿姨您这么民事理 然后呢我感觉应该我肯定我希望我能看到更大的希望了真的阿姨您特别迷失理没事我相信你未来保证找个就是也特别能干哎特别贤惠哎特别就是懂你的女孩子嗯可能那个缘分就在前面等着你呢你保证能找到是嗯阿姨说的对哈哈哈真的嗯嗯真的特别感谢阿姨 就是有时如果有时间的话嗯嗯嗯我特别想跟你多起教起教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咱们就是说你对人的看法呀或者是对人生的感悟啊真的我想多向您学习学习 因为您的经验可能是更多的学习上嗯说不来就是有时候没事可以聊聊可以聊聊天午毕竟是嗯我们那个年龄段比你经历的东西多一点啊啊啊但是哎还是劝你先忙工作有事业了也说了呃就是你做了呃就是你做了那个你你做一份上你有长了凤凰之管自然都来了呀嗯是不是我觉得追你的女孩应该也不少吧像你的条件嗯但是没有演员了哈哈哈 哈哈哈是吧哦是这还得讲讲个演员嗯嗯嗯就是说真的其实有时候真的平嗯我跟我妈妈其实就是说话说的也不多有时候二姐也是二姐老跑来跑去的其实我跟就是说长辈吧嗯其实交流的真不多就是我感觉就这两天哈咱们接触我感觉我跟你说的话特别特别多嗯嗯你啊这两天我也感觉你是个性格还挺开朗的男孩子 另外就是人也实在嗯真是不错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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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在谈什么 这个应该是吧 等一会等一会我看一看 这是什么回事 是不是这个东西 我看一看 这是什么要连线是吗 太多了 这是雪非一个盐香 葱是谁 这是谁要不连线吗 对我看看是谁 我看看等一会我看看 这是谁啊 是不是点一下就可以连线 好像是点一下 我看他一直在谈 一直在谈 我看看 别点错了 这一个有一个 等一会等一会 你点错了阿姨 我不会点这些东西 看直播间 这是谁 我也不知道 阿姨是我 我是大宝 阿姨晚上好 有什么事 大宝 我是大宝 能听得到吗阿姨 哎 我听着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哦 阿姨 我是大宝 晚上好 哦 我没什么事情 我今天 就是想跟你跟你说说话 好久都没跟你说话了 嗯 嗯 家人们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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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啊 没什么事我就想 因为我跟 坦坦也分开这么久了 然后 也一直没跟 啊阿姨说 这个话 然后我今天 坦坦现在不在吧 我看我没看到他 我是没看到他在是吧 他现在不在 他刚才有事出去了一下 啊 嗯 所以我 我没有 跟阿姨很正式的说过 我们这个事情 嗯 今天我也想 跟阿姨说声对不起 就是 我让你也失望了 就是我知道您以前对我 有很大的一些 期喜期待 啊 也很鼓励我 过去就过去了 对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阿姨 就是 其实我刚认识您的时候 就是 啊 感觉您 特别有气质 然后 气场特别大 当时我是非常害怕您的 就是 也不敢跟您说话 也不敢跟您打招呼 但是 啊 经过了我们几次接触了 我就慢慢的知道 您其实一个 您其实是 一个很有能力 啊 然后 在家里面也很 很 很爱可亲 对对待子女也很 也很好的 所以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您 对我就是 嗯 有一种很清净的感觉就是 就慢慢的 就慢慢的我就感觉到您 对我就像对 我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啊 所以我和唐唐 就是 让您很失望 我也觉得很 很对不起您 很愧疚 哎 现在说这就没什么意思了 事情过去了 就干过去吧 啊 就是 你们各自就是过好各自的 这是阿姨所希望的 虽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吧 中间你做的事情是让 我也知道唐唐也是很伤心的 但是我觉得你孩子 你这孩子应该是本质不坏 很多事情 可能你也无法就是去把控制 嗯 阿姨你看那天来的时候 阿姨刚开始真的是 对你还是很抱希望的 但是我 但是有一点就是 刚才你也听说了 我很多中间 我是尊重我女儿的 我女儿她的想法 包括她在过程中 你们接触 你对她一些伤害了什么 虽然她回家不说 但是我 有些从直言片语里边 我也能了解一下 嗯 你说你给她 接触过一段时间哈 也是叫缘分吧 是不是啊 嗯 这样 我觉得你也很难的 嗯 阿姨 我说一句话 嗯 我说刚才听的声音 怎么这么耳熟呢 嗯 我跟你说啊 那个谁 啊 你也是那个 这个这个里面的是吧 刚才我没看到是你 如果看到是你 我已经挂了 你亲近什么呀 你亲近 我感觉阿姨和我才亲近 阿姨刚才说了 她挺喜欢我的 是不是阿姨 我 我 我 大宝呢 大宝这孩子因为我见的多了 就是也是接触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真是把她当孩子了 但是后边做的事情 阿姨也不愿多说你了 毕竟是 哎 咋说你 你 你也不是我的孩子 我这人一般是对别的孩子 我会要求那么高 我只是 想让我的女儿 稍微离得远一点 不受伤害 嗯 嗯 我明白 我明白阿姨 哥 咱们先不说话了 把阿姨整尴尬了 好吧 你就不要说话了 没事 我听你 我听阿姨说 我听阿姨说 阿姨我 我告诉你 其实 我的初心 我的本质 我没有想要伤害她 我也没有想 跟怎么样子去 对她不好 我真的是很 很用心的 我再去爱她 我也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想给她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 很好的一个幸福的生活 我也想让她快乐 但是可能就是 确实 不管这些事情是怎么样 我确实有我的责任 我没有好好地保护好她 是 你看那天 你和她 她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当初是犹豫的 是不是 你给保证的很好 就是 不伤害她 远离你的家人 就是尽量的怎么样 但是后来 我发现伤害她的 都是你那天给我保证的 所以说 我只能说你是个好孩子 但是 可能是你更爱家里的人吧 或者是 什么样子 你给堂堂那些伤害 做妈妈的来说 不是说太忍心看 我不愿意 这个地方 咱说 你说什么不太好的话 另外 我也知道 你一直在表现 包括上次 这事情都出到这了 那天你看 你还打个条 什么样了 这样吧 阿姨这样跟你说了 那个东西呢 就是那些钱不要了 你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重新开始 那个再背着 我知道你会很难 能拿 毕竟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那么尊敬我 回家也勤快 到家里也是勤快的 阿姨也很喜欢 但是 你后边做的事 伤害我女儿 我这点是接受不了了 只当时原本你躺吧 我就说 那个钱 你不用还了 我也给堂堂说了 你好好的 好好的 重新起步 做好 你真想回家孝敬你父母 你可以说 不用那么 那么大的压力了 阿姨 她以前勤快 现在我更勤快 阿姨 你放心 我也相信你吧 但是我说是 我想 这个这个我看名字 我也不知道叫啥 应该什么大宝 你如果感觉 你刚才说了 你跟阿姨挺尴尬的 如果你感觉尴尬 你下去 我和阿姨不尴尬 好不好 阿姨 我首先感谢 就是您不追究我这些 就是你的这些问题 我真的 很感动您 到现在为止还能这么对我 但是我 但是我 以后我肯定会给唐唐一个交代 给你一个交代 还有给所有家人们一个交代的 谢谢阿姨 自己你们各自安好就行 我就希望我女儿能在未来的时候 不因为 对